太好了 我也想拥有这样的球友 据欧洲媒体报道 塞尔维亚球星尼古拉约基奇 在巴黎奥运会带队获得铜牌后 自掏腰包赠送每位队友一块劳力士手表 作为NBA薪水前三的球员 单价3.25万美元 总计37万美元的劳力士只是九牛一毛 但在绝金夺冠时 可没听说约老师为队友们买了些啥 看来约基奇 哥登他们只是同事而已 而伯格丹 米西奇这些 才是情同手足的兄弟 看得出来工作和生活 约老师还是拎得很轻的 不只是约基奇 伯格丹也表示 夺得奥运铜牌比金牌更加不易 球队的每个人一直紧密团结在一起 大家聚在一起 每天努力训练 为国家争得荣耀 最终取得的这枚铜牌 确实有着巨大的含金量 回想起约老师在NBA的样子 一副上班的苦脸 季后赛堪50分也赢不了球 到了替补席直接破防 而在奥运会中 约老师的目光则异常坚定 也从不抱怨队友 奥运结束半个多月 约老师一直在和队友们庆祝 国内也是把他们分为英雄 这样的体育精神和氛围 太值得我们感叹了